好 等会廉假就要到了各地区都有办理包粽子的活动 不过玉里镇的忠诚礼可是第一次办理 是由地方上名气很旺的飞扬舞蹈团所发起的 邀请忠诚礼长来参加一起来包粽子 那么团长就说了这次会包400颗左右 不仅让团员带走之外呢 还会分送给需要的民众把爱继续传下去 6月22号就是端午廉假了 各地区都有办理包粽子的活动 不过玉里镇的忠诚礼就第一次办理 是由地方上名气很旺的飞扬舞蹈团所发起 邀请忠诚礼长来参加一起来包粽子 团长说这次会包400多颗左右 不仅会让团员们带走之外 还会分送给需要的民众把爱传送出去 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端午节 以往都没有办 所以我想说大家让团员体验一下 怎么包粽子 有的我们部落的 你在连长的我们都会分给部落的 老太太你在连长的 另外团长也希望忠诚礼明年可以办理更大场 让更多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包粽 里长也允诺一定会办理跟别的地区不同的包粽活动 因为这也是我们忠诚礼第一次办的 对那我刚刚也有稍微建议就是说 我们以后也可以是 类似用做竹筒的办 一样用肉粽的料 来塞在竹筒里面 会变成说波元文化 就是融合这样子 而且用竹筒的话 它的那个香气 竹筒香会更重 里面再加一点喜酪可能会更不错 对对对对 里长说因为社区有很多的阿美族人 布农族人包的粽子会融入原住民的文化 明年会结合飞扬舞蹈团 让明年的端午节很不一样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